对于NBA球星来说,如果能够遇到一名好教练,那么你的职业生涯最无比的辉煌,即便在初级联盟没有多少作为带教练的带领下,也会逐渐的打出身价。 就像马子一样,有多少落选秀或者是次伦秀在波波维奇的手底下,最终都打出了非常辉煌的身价。 但是如果遇到一个不懂得爱惜自己弟子的教练,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危险,尤其是受伤或是少不了今天小编。 首先就给大家来说说,被教练用费勒的几年巨星,能一,姚宁中国的小巨人姚宁在进入NBA之后,由于身体偏瘦就开始增重。 但是大家要知道姚宁本身就有着2米23的身高,所以说在增加重量之后,身体的承受能力会非常加剧。 而且放该迪在对姚宁的使用上更是采用了能者多劳的比赛态度。 说白了以姚宁的体重和身高每一场比赛最多也就打30分钟。 但是在放该迪的使用下,姚宁严重的超过了这个时间,最终由于过度疲累,也导致了受伤的概率增加。 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放该迪而是不公为奇,只叫姚宁的话,那么姚宁还会那么早早的退役吗? 2.罗斯就在昨天,罗斯向骑士申请了离队,而且现在的罗斯也在面临着退役。 而罗斯选择退役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够了伤病给自己带来的摧残。 不过对于罗斯来说,给他带来这么多伤病的主要根源,还是在2012年的那一次受伤。 相信大家还记得那一场比赛是公牛和76人的比赛。 在比赛进行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公牛领先76人,接近10分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西伯,杜宁就没有让罗斯下场休息。 而结果就是罗斯在突破前进中与霍伊兹相撞,导致了左膝前十字膝盖里内的腹刃带撕裂。 而这一次受伤,完成是西伯杜宁手造成的N3。 霍华德或许大家会说现在的霍华德环留在球场上但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魔术时期的霍华德。 在魔术时期的霍华德可谓真是像神一样的存在,几乎无人能够抵挡。 但是在从魔术离开之后,霍华德就开始出现了各种伤病,也是在伤病的影响下,霍华德的竞技水平逐渐下降。 而导致霍华德现在伤病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早期霍华德被大放甘迪挖进了所有前门。 由于上场时间太多而过于劳累,导致近几年竞技能力下滑,多半原因是过于劳累。 No4,安东尼虽然说安东尼并没有多大的伤病,但是这里说的安东尼被用费主要还是菲尔杰克逊。 虽然说禅师并不是主教练,但是在禅师在尼克斯的日子里,他所倡导的思想就是三角进攻。 所以说在禅师看来,所有不想打三角进攻的前缘都是反动态,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安东尼在不断地适应三角进攻。 不过最终安东尼也没有学会所谓的三角进攻到底是什么战术。 最终安东尼远走雷霆,禅师也被解雇而这一切的原因都是来自于那该子的三角进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